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老师特别费劲地搞懂是什么是打野 什么是上单 让我用特别通足以懂的语言来给你讲讲是啥意思 就比如说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好比是一局游戏 就嘉宾之前骂来骂去 这就叫兑现 有嘉宾要骂张老师呢 这就叫打野 要是人家没想骂张老师 张老师偏要说人家结果被骂了 这叫反杀 你们看看张老师现在这个样子 这就叫上头 这这七嘉宾其实都跟游戏多多少少一点关系 比如说柯杰 他玩那个王者荣耀 他说他之前玩排位连输了八把 一气之下把游戏给删了 你不是运动员吗 你输了之后不应该想要怎么干过来吗 你删游戏算什么本事 就是好比国族被人连贯八个 球员一气之下把球给藏下了 他自己也解释说不是因为舒散的 是因为有人语音喷他菜把他心态给喷崩了 我说为啥说你菜 人家说他团战不参加就自己玩 你说这不是该吗 他玩打野一头扎进树林里面不出来 就自己在树林里面采山货 活生生地把蓝灵王玩成了谢光坤 他还觉得人家蓝灵王回城慢 带那么多山货回城里能不慢吗 毕之飞有人说他拍烂片 我不同意 啥烂片那能叫片吗 那就是PVT 我看的时候很多特效我都认识 飞入 淡出 声音风铃 初中学PVT的时候全学过 他当时给院线送稿配的时候也特别方便 就直接用U盘右键拷贝 还告诉人家文件啊 在那个电影文件夹下 不要乱动那个考研资料的文件夹 今天我是真的不知道它跟游戏有啥关系 我猜他可能是把PTD专场听成了PPT专场 毕之飞这两年我们对他好感在提升 因为大家发现他不是骗子 他就是能力不行 他是爱电影 他虽然拍不好 影评写得很好 就有人说他是哗众取宠的小丑 我倒不觉得他是哗众取宠 但他的电影真的是在报复社会 自从我看了那个视频网站里的 那个竹梦演艺圈 我再打开视频网站 人工智能猜我喜欢 上海堡垒 爱情公寓和绝技 有人说看完竹梦演艺圈之后 眼睛脏了 我感觉我看完之后账号都脏了 严亚伦 原飞伦海成员 我小的时候第一次看见飞伦海 这四个花花绿绿山巴特一样人的时候 我以为他们四个叫 魔力青 魔力红 魔力海跟魔力少 严亚伦特别厉害 他微博粉丝快两千万 天天给自己的超话打卡发铁冲绑 经过他不懈的努力 严亚伦的微博认证 终于成知名歌手 变成了严亚伦超话小主持人 最后再说说我们主歌PDD 一个不管给他坐多大椅子 都感觉椅子是他被他称大的男人 PDD很多啊 说打折卖队员还捐过希望小学 我当时看了很感动 我现在捐小学钱不够还卖队员 我还发现两码事 他是在内蒙古的多轮捐了一个小学 学校老师也不知道他是干啥的 就和学生说你以后啊要向刘校长 你们就跟刘校长好好学习 一年之后小朋友都学会了逃学 边逃边说 溜了溜了 就别开心 这波我必不可能被抓 还上电视剧都说什么李线演的那个韩商演的原因是PDD 我不信你李线爬到那个树上看杨子 那个画面还挺浪漫 你能想像PDD爬树吗 那真的是匹夫汉大树 就即使他爬上去对着老婆喊 老婆你要相信我 老婆说我不信 男人靠得住猪都会上树 我再一看男人真的靠得住 PDD说我是靠得住 树快靠不住了 韩商演还有一次把头伸到窗外去吻女主 画面也很浪漫 你想想看换了PDD 能不能伸得出去是一回事 其实伸出去那个画面感觉也是女主跟上了断头台的PDD在送别 PDD说你还有啥要对我说的吗 女主说PDD 我感觉你马上要裂开了 最后还是希望PDD越过越好 很多人在PDD身上看到的是 哇 原来打游戏这么赚钱 我应该就待在家里打游戏 不是的 你应该看到的是一个人 即使在电竞这种非传统行业 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好日子 活得风生水起 不过前提是得努力 我们不能光看人吃肉 不看人挨打 对吧 谢谢大家 我是霍兰 谢谢 富兰迪特别好 上来之后 咕咋咋咋 不管不过 韩商严啊 谢广坤啊 哪都不挨哪 就你刚才这个表现 就像游戏里的盲僧一样 天上一角 地下一角 听完了之后 我就想飞起一角 而且今天是PTT 我跟你说 你真带了个坏头 我老想跟他叫PPT现在